白化佛法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 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 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 在白化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 开启我们云云众生的佛性 修改我们的命运 请收看卢台长的白化佛法 在中间的德也是识 识也是识 所以你今天得到了 因为你会担心要失去 所以其实表面上你是得到的 实际上还是失去了 因为终于有点会没有 所以当你得到的时候 实际上已经是代表的有失去的那一天了 识呢 也是识 所以人呢 总觉得呢 我失去了 我没有了 我很痛苦 实际上得到和失去 它都是一个失去 所以呢 学佛学到后来要无德无实 我不想学得到什么东西 所以我也不会失去 你天天活在这个世界上想得到很多 要是你失去了 实际上就会给你造成更多的痛苦 所以菩萨让我们一个人不要执着 执着呢 就是一个人会想不通 一执着 为什么想不通 时间长了呢 就会给自己造成心理障碍 心理障碍呢 就是会痛苦的 难受的 烦恼的 忧愁的 所以学佛人要尽心尽力 要无求才是真正的无忧 你今天不求 你就不会担忧 你今天只要求了 你就会担忧 一个人不要求 求了太多了 你就会担忧 因为你终于一天会失去 求不到就担忧 求到了就担心失去 所以一个人活在世界上 会很痛苦 所以师父教大家呢 要懂得超凡脱俗 你去看 在公共场合 跟别人争吵的人 一般呢 都是没有太多的修养 在和别人交往当中 你的数字就可以提升 看得出你这个人 有没有修养 骂人的人 你去看 这个人一定没有什么修养 打架 打人那是不谈了 所以学佛人要怎么样培养好自己的修养 就是要超凡脱俗 不要太手气 因为你不去争不去抢 你根本就会从凡人上升为圣人 为什么孔老夫就称为圣人 他就叫我们 很多事情不要去争了 所以你看 学佛的人不跟别人争 学佛的人不要去跟人闹 整天跟别人闹的人 他的心理素质一定是很差的 所以要学会斩断缘 缘分的流 缘分的流失 缘断的 所以很多人经常说 哎呀 一看这个人 异性啊 哎呀 看着他很好看了 哎呀 他在看我 他在关注我 你连这些不应该有的 这种意念当中的缘分的流淌 流失 你都要斩断他 因为很快就没了 你在公共汽车上 别人有一个人盯着你看了 你就会马上显示出自己 非常的高傲 或者觉得很开心 或者觉得有人看着你了 也就几站火车吧 一过了就没了 我们小的时候 在学校里的时候 有很多同学关注你了 你要面子了 你今天穿了件新衣服了 都会觉得很有面子 或者怎么样 或者就是 剃了个头 我们小时候都很怕剃头的 因为你头一剃 就有很多人过来 这个叫什么 这个就是说 当一个人 感觉自己很突出的时候 感觉人家怎么在关注我的时候 实际上 你已经陷入了我之当中 所以在单位里也好 有的时候 领导在讲一个事情 很多人就会对靠入座 就像现在看电影一样 为什么很多电影说 纯属虚构 请勿对靠入座 为什么 就是现在的人呢 已经敏感到了 讲别人的事情 讲别人的话 他认为别人都在讲他 克制不住了 发神经病了 在单位里 我早就知道你在讲我了 我早就知道了 其实人家真的没讲他 所以人生啊 活在什么样的境界当中 你就会产生什么样的反应 所以师父要你们懂得 有的缘分 短短的 你为火车上一个人看看你 你都可以要面子 你在人间觉得别人 一个美女看你一眼了 你就马上鼓吐轻了 或者一个帅哥看你一眼了 你马上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了 其实很可怜的 像个动物一样 这种缘分只是 可能一分钟两分钟就下火车了吧 有什么要面子的 人害死自己的就是一个面子 你们想想看 你们小时候到现在 你们做错多少事情 跟自己的面子有关系 你们当时如果不要面子 可能你们就不会遗憾 很多人跟领导关系搞僵 跟同事之间关系搞僵 就是爱一个面子 你可以如露不动的呀 别人说你让他去说好了 有这改正 无这加勉 你自己学会把它调节和滑解就可以 虽然人的感情是剪不断 你还乱 一个连一个的感情 那么怎么样 你要懂得 把这些感情要梳理一下 叫你们四个字来梳理 清心寡欲 大家知道什么叫寡欲吗 欲望少一点叫寡欲 比方说你今天有饭吃 你就说我今天只要能吃饱 就可以了 欲望太多了 我好久没吃这个菜了 我好久没吃那个菜了 你天天在欲望当中 你得不到你就会失去自己的很好的心情 你把自己的心情放得低一点 我今天只要能够吃了 能够睡好了 我就很开心了 寡欲就是少一点欲望 清心就是要让心平静一点 安静一点 不要去跟人家争了 吵 你看很多人动不动就喜欢跟人家闹 跟人家吵 很多人的脸长得就是喜欢吵架的脸 以后你们听师父上课 最好每人戴面镜子 自己照一照 看看你这个脸是不是想吵架的 很多的脸就是想吵架的脸 没有一种调和的心情 因为你每天这样 脸板子 你的脸十天长 就是一个板的脸 你每天这么小气 这脸呈现出就是小气的脸 你每天活在嫉妒当中 你的脸就会变歪 你看你小气 你对人家不好 你总算是这样看 所以跟你们讲的道理 就是说要学会怎么克制自己 要怎么样来改变自己 怎么样轻轻寡欲 不要因为和众生的一些缘分 而让自己产生更多的挂爱心 这个我放不下 那个我放不下 你走的时候你必须要放下吧 很多人退休了 看到自己的办公桌 我在这里做了四十年了 你放不下也得退休啊 你放不下也得放啊 很多人说我忙我忙 忙到最后呢 身体不好你进医院 就得放下来 没有办法 在这个世界上一切都是无常的 这个菩萨告诉我们 无常就没有永久的 就像很多弟子一样的 跟着师父学了很多年 他们有时候觉得跟着师父 一会儿有时候学了很开心 一会儿家里烦恼不断 有时候求求菩萨不灵 他们就觉得自己哎呀怎么搞的 实际上你想一想 你一切都会没有烦恼也会没有 你的欲望也会没有 你一切都会没有 一切都会流失的呀 你们自己想一想就知道 到了晚年我们退休了 还有什么 你到了晚年退休了 你说令跟财产好好学佛 心还平静 欲望还少呢 你要是到了晚年退休 你还想做还想做 做没有做不动 心里没有难受 吃东西嘛牙不好 想出去走路嘛脚不好 他想了多一点嘛 要睡觉 记性记性不好 浑身没有一样好的 讲几句话 扑沫就下来 牙齿牙齿都是假的 你说你能干什么 你可以自己增加更多的烦恼和痛苦 这个时候最好就是跟着太大修修心了 没有欲望了念念经了 你就是念经牙齿漏风 菩萨都会原来 现在这个社会已经不是我们所能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现在的科技发达的不得了啊 现在的小孩子的智商都非常非常的厉害 你看现在很小的孩子跟我们就不一样了 他们想了很多 有很多小孩子这么小跟着台上去学佛 所以一个人生 你要开心 你自己就可以快乐 你让别人开心 别人也会让你开心 你天天冲着人家板脸 人家一定会让你不开心的 做人都是这样 你心中老想的众生 你的心就会慢慢的脱俗 也就是说不会俗气 大家在一起多开心啊 你就说大家最近聚到这里来了 大家就像开个party一样 像过个年一样的很开心 认识人跟人都是缘分呀 说不定晚年你跟他有缘分呢 这人生何处不相逢 说不定你在人间再见不着 可能这一次见了 你可能以后就没有了 但是可能有一天 你在天上一看 我曾经在哪里看见你 因为你人走掉之后 这魂魄他不会死掉 他完全知道过去的人 认识什么都知道 所以人要学会要懂得 超凡脱俗 把情要放在心里 把爱要变成大爱 不要整天自私自利的 为了自己一点点事情 天天难过半天 要想想有很多人还在痛苦 有很多人还在烦恼 要把佛放在首位 学佛的人要把菩萨放在首位 你们今天要懂得 要增加自己的生命力 就是生命力要强壮的话 你必须心中有佛 不管碰到什么事情 为什么现在一年有 忧郁症有一百多万人自杀呢 就是因为他们没有 把心放在佛这里 碰到事情了 他们就想到了 不想活了 我们学佛的人碰到事情 第一个想到的是 我们有菩萨的保佑 所以人生要懂得 你要把世俗的情 不要看得太重 因为你把世俗的情 看得太重啊 你把真正的人间的佛情 就看得很淡 所以你去看一个人 讲感情的人 他不会对钱看得太重 他不会对名和利看得太重 过去我们说 人如果讲义气的话 哎呀你是个好汉 他为了一个兄弟朋友 把两肋插刀 或者过去讲起来 就是我有幸运 我答应你的事情 我一定要做 那么这样的人呢 就是非常非常 讲起来有幸运 其实他就不会把 名和利益和钱财看得太重 现在的人只要钱财 可以把面子把脸皮都不要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现在社会要学习 包括我们的祖国也在学习 推广传统的文化 就是让我们人 不要为财所迷 为财所困 我们现在的人整天 只要有钱 什么都做 不管伤害你不伤害你 只要有钱赚 女人有钱赚 什么都做 男人有钱赚 什么骗都可以 这就造成了 社会的风气不好 所以学博就是 改变你自己的本性 改变你自己的心灵 我们到人间 不就是到此意犹吗 短短的三万天 你有了也就有了 没了也就没了呀 你看看一共八十岁 是三万天 你们已经活了多少岁了 你们已经浪费了多少天了 你们不到师父这里来 你们没人给你们计算 你们根本不知道 天天还在浪费生命 还在浪费时间的 我相信你们现在在飞机场 你们一定会念经 你们就没有浪费时间 如果你们还觉得 自己时间太多 你们还要红中 自摸 好好的自省吧 真的 我们已经浪费了好几万天 一万几千天至少的 一半的生命走掉了 到今天还不知道在干什么 跑到人间来 所以我们的父母亲走掉之后 都不知道自己到人间来干嘛的 生了个孩子啊 自己苦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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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辛苦苦到最后 两处一蹬走掉了 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什么都没有 最后还不知道到哪里去 现在你们至少跟师父学佛 你们知道你们学习 学佛学到最后 你们要知道到哪里去的呀 知道条路是不是不会怕了 就是我们心灵法门 就是培养大家高超的心怀 我们心灵法门倡议的 爱国爱民 遵纪守法 我们是倡议要爱国 学佛人必须要爱自己的国家 遵纪守法 这就是很好的一种表率 所以我们要懂得 你为人也好 做事也好 你要知道自己很干净 你才想把自己弄得干净 你今天不知道自己干净不干净 你怎么会去想把自己弄得干净一点 你想想看你们脑子里 有多少肮脏的东西 贪嗔痴慢疑啊 每一个人都贪啊 不停的贪啊 哪一天是你们的尽头啊 好了还要好 贪到后来贪不着了 那就痛苦了 所以要知道自己身上的毛病 知道自己不干净 你才想到要洗澡 要懂得 知道自己身上的污染 你才能不受污染 举个简单例子 我这个人 人家说了 哎呀这个人看见酒啊就没命了 那么好了你要开车 你就不能喝酒吧 那你就知道只要人家请你喝酒 不要当心我待会要开车的 你知道你这个人很贪 哎呦你不要跟我讲一讲 我这个人会贪的 你这个人很好色 哎呦呦你不要跟我讲什么美女不美女的 我这个人控制不住 好了你这个人就容易控制得住 如果一个人说自己还无所谓的 我不知道自己什么毛病好了 你什么毛病都会有 这个社会上什么毛病都会有 现在为什么这个社会上有这么多社会问题啊 包括同性恋都是问题 你说说看 两个同性恋好的不得了 都会同性恋 你说这个社会现在搞不清楚了 现在你一个男的跟一个女的走在澳大利亚 人家对你正眼相看 如果两个男的走在一起 两个人稍微好一点 感觉上特别要好 你自己就会脸红 澳大利亚同性恋好起反对 所以告诉你们 要懂得自己的心 什么可以做 什么不可以做 什么是污染的 什么是不是污染的 碰到好事 应该怎么样来控制自己 不要过头 碰到的不好的事情 要想到还会有好的转机 现在的人碰到了 考验了 马上退心 害怕 信心摇摇摆摆 时间长了就会让人上失意志 你看现在的孩子 为什么会得各种各样的自闭症 他们害怕别人讲 害怕跟别人接触 害怕别人笑他 家里 家里 所谓父母亲发生些问题了 害怕在学校里被人家同学看不起 一句话都不讲 必塞 把自己自闭 回到家里门一关 都不愿意跟爸爸妈妈讲话 这些时间长了 都是形成孩子的自闭症 所以为什么要学佛 就是要懂得人与人之间 应该精环 坦白 对别人要真心 人家才能对你真心 师父跟你们讲话 都是真心对你们 你看你们对师父做真心 很多人家里人 老婆讲老公 他不卖账 老公讲老婆 他也不卖账 经常说我们去问卢台长 所以我就增加了很多工作量 所以要跟你们讲的这些道理 这个世界为什么会变得这么复杂 因为我们人在意识当中起到了变化 这个意识已经进入了你的八世田中 也就是说 现在的人以贪为贵 只要贪了 我只要有了 大家都去贪 我就是个贵人 不管这个钱怎么来了 我只要有钱 人家就看得起我 他以贪为贵 不是以诚实为贵 所以人心就变得越来越自私未贪然 然后就进入你的八世田中 所以每一个人都贪 所以老婆跟老公两个人吵架 因为老婆贪 他老公也贪 两个人就不能合在一起 我上次讲的笑话 你们还记得吗 那小孩子妈妈 我卖给你一张地图 你给我五块钱 我妈妈说 什么地图啊 一拿拿出来 小家伙画了 画了一张小地图 妈妈一看 这不是我们家吗 这只五块钱啊 不妙的 妈妈我还是便宜卖给你的 你仔细看看上面标的红点 都是什么 妈妈仔细一看 都是他爸爸藏私房钱的地方 你说哪个父亲不留一手 哪个老婆不留一手 你留一手 他留两手 他留两手 他留三手 到最后怎么不离婚啊 没有人跟人的一种诚实感啊 你们为什么这么喜欢听师父讲话 我讲的都是真话呀 所以做人要懂得 有佛性 就不能在你的八十田中 种上坏的种子 任何坏的东西都要把它去掉 诚实一点 你今天嫁给我了 你就好好过日子 今天我娶了你了 我好好对你 人跟人就这样 今天离掉了 大家也做个好朋友 不要吵架 恨有什么好恨啊 人家对你好过了 你也对他好过了 今天没缘分了 为什么要去弄消枪水 去弄人家 为什么要去害人家 为什么要去恨人家 还有的人念了经之后 离婚之后 还要念经去诅咒对方 对我知道之后 我说你要消福消受的 不可以这样的 经文不是菩萨 让你来诅咒别人的 是让保佑你们平平安安的 所以人家劳病遇到缘则起 就是只要碰到缘分了 马上心里就起谈念了 起爱念了 起恨念了 都会来 你看你今天看见一个不喜欢的人 遇到缘则起 你看见这个人不喜欢 我真讨厌 我都没有看见他了 看见一个很喜欢的人 他刚刚走过来了 怎么不过来了 找找看 在里边哪里啊 怎么不见了 没看见他出去嘛 等啊等啊等啊 走进来了 缘分来了 开心了 没缘分了 马上就没了 所以人遇到缘则起 遇到不好的缘 就受到污染 你碰到一个人 整天骂你啊 整天跟你不好的人 你的污染 心就开始了 你如果遇到一个善知识 你就启发了佛性 启发了佛性 你就想通想明白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